修行人生必须把握的五个要点 第一 写一下当诗人 有吗 当诗人 诗人不必探静 探静则多冤 看到吗 一个人做人要能够诗人 就是认识别人 如果你认识别人的话 你跟人家交朋友 你不要探静 什么叫意思啊 就是不要问人家 问到底呀 你家里怎么样 你的老婆怎么样 对你怎么样 你的家庭财产怎么分呢 你的一切 你不要探静 如果你这个人 认识的朋友 你如果对人家探得静了 好的到底了 则多冤 人家会怨恨你的了 很讨厌的了 做人啊 当诗人 诗人不必言静 言静则无有 你要懂得 每一个人 你知道的这个人 跟你交这个朋友 跟你交这个朋友这个人 你做什么事情 不要讲 把话都讲完 就是讲到底 因为你把话 什么都讲光了 哎呦 我真的啊 我这个人很知道 讲到最后啊 我告诉你 言静则无有 没有朋友跟你交的 当责人 如果一个人 要责备别人 责人不必 磕尽 磕尽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如果 讲人家不好 你不要把话 讲到绝顶 不要讲到绝顶 磕尽 则重远 如果你经常 为了 责骂人家 责怪人家 你把话 讲到底了 重远 人家看见你都怕 每个人都逃走 重远 所有的众生啊 众人啊 都离你很远 看见吗 做人 中国传统文化 厉害吗 当敬人 敬人不必 悲敬 悲敬则少苦 就是我们 尊敬一个人 但是敬人 尊敬人 你不 没有必要 悲敬就是 哎呀 你这样的话 你悲敬 则少苦 你没有 鼓气了 听懂吗 当让人 让人不必 退敬 退敬则 路难 你可以 让别人 但是你 不要让到 自己都没有 退路了 你因为 退到 尽头了 你以后的路 就很难 走了 所以学博人 要有境界 看得远 有度量 要能看得宽 有涵养 要能致辞 有锋芒 要学会收敛 所以人成 积佛成 这就是中华文化 与佛法的合二为一 这就是人间佛法 当我们把自在快乐 自己很快乐 寄托在某种环境当中 一种生活和希望的时候 你希望得到很多的快乐 或者生活当中 给了你很多的难过 艰难和烦恼 那么你的心 就会被外界 影响 你心会受到污染 你只有随缘 把这个随缘 作为自己生活的态度 你内心 才会恒常自在 也就是说 今天吃苦了 菩萨在考验我呢 今天开心了 菩萨也在考验我呢 让我不要骄傲 让我好好地精进 如果今天 非常的开心 菩萨 菩萨在考验我呢 看看行不行 今天非常的悲愤 菩萨也在考验我 看看我能不能精进 一切随缘